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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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第一次勘探就发现了数十座小木和四座规模惊人的甲字形大木 考古队员推测这里应该是一处贵族家族墓地 随着发掘的深入 墓中的随葬系五接连出土 树目的边中以及数量繁多的青铜兵器都在诉说着这个家族的强大 不过令考古队员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发现了22辆制作精良的车鱼 接下来的发现更是令考古队员感到震惊 在墓室的二层台 考古队员居然发现了15件大小不一的桃顶 随后一件刻有名文的同歌 让考古队员将视线去交在一个已经覆灭的强盛家族之上 那么这片墓地仅仅属于哪个家族 这些器物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一切还得从一个通话记录说起 1989年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 接到了一个电话 就在林子工作站工作 就在林子工作站工作 接到通知以后 就是罗老师 吴一老师 还有我 我们马上就赶到现场了 为配合几倾高速公路修建工程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为派林子工作站工作人员 前往林子区 滋河殿村南部的旷野 进行勘探作业 王慧田作为执行领队 参与了本次勘探任务 考古队刚到达取土现场 王慧田便敏锐地意识到 眼前的这片旷野并不寻常 地表 地上也没有什么弄作物 整个就是南面高 北面低 就是枯草满地 也无人管 非常荒凉的一个地方 这边一开始有风土肯定是有木档 还存在实际的木档都有风土 在滋河的目的范围之内 旷野之下 可能存在高等级贵族木葬的消息 让考古队员感到振奋 他们立刻拿出探产 展开勘探控诉 虽然已有心理准备 但勘探结果仍旧让考古队员感到震惊 他们发现 这一片区域除了存在二十多座小型墓葬之外 居然还有四座规模庞大的甲字形大墓 在古代 甲字形墓只有身份极为高贵的人才有资格使用 树长的墓道便是墓主人贵族身份的标志 同时他们发现 这几座墓葬排列规整 应该是事先经过规划再进行安葬的 这就意味着 这处高地很可能是一处有专人看管的帮墓 也就是贵族的家族墓地 后来经过勘探 就是光四河甲墓地这一片 这一片就发现了这个贵族墓葬 就是有墓道的墓葬 发现了三十四座 发现有丰土的有十的座墓葬 确定就是旗鼓的一处贵族墓地 那么这会是哪个家族的墓地呢 此时已经临近隆东 考古发掘工作进展缓慢 考古队员只能暂时退出考古工地 等待来年再来发掘 不过考古队员有了一个猜想 这一块墓地或许与附近的 一个同时期墓地有所关联 就在滋合殿墓地向东 近二百余米的位置 还存在一处规模极为庞大的墓地 它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君王陵墓 田齐王陵 公元前391年 齐国正清田和驱逐齐康公 自立为君 田氏一族开始独揽齐国大权 公元前386年 田和被周天子册封为齐侯 列于周氏 田氏正式取代江姓吕氏 成为齐国新的统治者 由此开启了田氏一族 长达165年的基业 这便是史书中记载的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 田氏代齐 田齐王陵埋葬的正是田齐早期的数位君王 眼前这些高大的土丘便是这些君王墓葬的封土 据勘探资料显示 田齐王陵的规模极为庞大 占地面积达到了30多平方千米 其中涵盖了100多座墓葬 是目前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 先秦时期诸侯王陵古墓群 不过长久以来 田齐王陵的具体诏域范围一直没有得到确定 考古队员不禁好奇 与田齐王陵毗邻相对的资核殿墓地 是否会是这座庞大王陵的一部分 墓地所代表的家族 又是否与田齐一族存在某种联系呢 就是咱这个自和调日号墓的 东边就是四王中的 就是诸侯王的墓地 就是您的田齐的墓地 至于哪个王现在不好说 那么四王中就埋在咱这个自和调墓地的东侧 它一个沟未见 1990年4月天气回暖 考古队员回到墓地开展发掘工作 但在持续两个多月的紧张发掘之后 他们的收获却并不多 墓地南侧的23座小物基本被倒枯 于是他们将发掘重点 转向了墓地北侧的那四座甲字型大墓 其中最受考古队员重视的是M2号密藏 在这个考古嘛 考古在未发掘之前是一个难解之谜 谁也不好说 但是都判断出的中国的文物 是吧 考古的那里嘛 如果一点文物已失了 墓主的身份也不好定 说是期待还是很高的 但当考古队员清理完风土 准备进入墓室之时 在墓室的北侧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倒洞 据倒坑内发现的器物 考古队员分析 这座墓葬很可能在明清时期 甚至在汉代就已经被倒 这让考古队员的士气受到打击 他们希望能尽快进入墓室 清理残存的器物 正在此时 考古队员在土层中 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痕迹 考古队员发现的是一个 长条形的朽木遗存 和一个圆形空洞 这种现象在此前的发掘中 从未出现 考古队员一时也不清楚 该如何进行清理 M2号墓葬发掘工作暂停 这个空洞一直延伸到地下 考古队员分析 这可能是一件大型木质器物 空洞应该是木头朽烂后留下的痕迹 可是考古队员暂时无法判断 这件器物的具体样式 如果贸然展开发掘 这些痕迹和空洞将会被破坏 这件神秘的器物 很有可能将无法复原 当时出现那种情况 因为正好当时是夏天 当时夏天也很热 发现了南边这个木质的 腐朽的痕迹空洞以后 结果同时就是在塔的北侧 不远处又出现了这么一个 1.6米长的东西 也是形成了空洞 空洞当时出现了空洞以后 不敢做了 你肯定不敢做了 你再清就清没了 什么也没有了 说实际上当时是罗老师 就安排了 想把这个土耳先挥下来 把这个尺寸长短 直径什么形状 大致先画起来 你不要在这 就是在疫情再弄丢了 就是做了一个短暂的暂停 如何处理这些木头腐朽形成的空洞 成了考古队员必须解决的问题 经过多番探讨之后 时任领队罗勋章 做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 他要向这些空洞中灌入石膏 待石膏凝固后再展开发掘 就是提出来以后 就是罗老师和魏老师 这个商业以后 同意以后 就采取了这个办法 用石膏灌注的办法 就先发现的最高处呗 灌了以后呢 凝固了以后再清理 随着石膏一点点被灌入 考古队员也逐渐紧张起来 这种方法究竟有没有效果 石膏凝固后的发掘能否成功 考古队员仅有一次机会 成败再次一取 在数小时之后 凝固的石膏 终于被考古队员清理出来 经过仔细辨认 考古队员发现 石膏凝固后的样子 居然是一件车痕 灌了以后呢 凝固了以后再清理 就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基本上原样 这个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已经出来了 灌出来了 你比方这个横行这个 馋的那个皮革 隔代的痕迹啊 包括这个横行这个车衣啊 这个周的两侧的两个车衣啊 也非常的清楚 车额也灌出来非常的清楚 所以效果非常好 当时是那么情况 车横是古代车鱼的一个部件 位于车的前端 是车员首端的横目 车横的发现 意味着在填土之下 一定还埋葬着一个完整的车鱼 这个发现 让在场的考古队员 感到十分欣喜 在古代 车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有着严格的使用规范 通过车鱼的级别 考古队员极有可能 发现牧主人身份的线索 在确定物事存在车鱼之后 考古队员立刻调整了发掘方案 对局部分层下挖 改为全面控制平面 开展发掘工作 最终在持续四十多天的发掘中 考古队员陆续发现了 二十二辆几乎保持原貌的车鱼 这是当时骑地考古发掘中 出土的最完整的骑国车鱼 其中的一些车马器 车室和衔接结构 几乎都得到了完美保留 当时灌出这个石膏模型以后 几乎有的远车都灌出得非常好 几乎是原样出来了 你比方说有的车 特别我想得非常清楚 有一辆就是自重车 就是拿货的货车 包括这个香板 包括这个香底下铺的竹子 包括这个香板内侧 那喜恨都灌出来了 相当相当地好 这里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临资工作站 王慧田正在整理 已经浇灌出来的车鱼结构样本 这是刚才说的车横 车横的痕迹 车横的痕迹 你看这个标本也是灌得非常好 也是表面型的 表面型的你看中间粗 这是车横的一半 车横的一半 这是一个中间的粗 这个头上系 头上系为什么这个地方 你看都灌出来 这个地方这么光滑 它是原先就是横墨式 套一个竹管 套上以后去装饰的作用 你看这个横上隔带的痕迹 都灌出来了 你看厚度宽度都有 非常的清晰 经过考古队员的通力合作 这些埋葬在地下数千年的车鱼 终于恢复了他们本来的样貌 这辆战车便是最受考古队员重视的车鱼 这辆车车圆长达317厘米 车鱼较小 为圆角直方形 近身仅有126厘米 在车鱼的前端 还设有一个车室 便于乘车人上下和抓物 在旗下还附有双钩状的构建 考古队员认为 这样的附件应当是方便挂兵器设计的 现在咱这是自贺地儿日豪木 咱其中复原的一辆车 这辆车是战车 也是狩猎用的车 上面这个呢 这是咱那个室 就是供这个上面的 就是作战人员吧 士兵吧 就抓服用的一个把手 这两个呢 是一个皮革带 皮革带它是老着以后 为了这个起一个加固的作用 在后面呢 是一个残酷型的车门 为了说它便于上下方便 车门非常宽大 这是它那个车鱼的那个结构 这个呢就是车鹅 车鹅呢就是 下面就是夹在马宝子上 这个东西人子型的 这是那个鹅兽式 是铜的 因此考古队员推测 这辆车应当是军队上阵杀敌 使用的一种战车 在春秋战国时期 战车的数量提现着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 千圣之国中的圣 指的便是战车 在M2号物葬中 考古队员发现了至少五辆战车 这意味着墓主人生前的地位 非同一般 你从咱这个紫盒店日号墓出的 这一个十五号车 彩绘非常的漂亮 有白有绿有红 反正当时我记住的 就是有着几种彩 几种彩就属于五彩车 五彩车当时就属于高级柜子做的了 就是请上大附业去做的 一般人是不用去做的 小贵族也不用去做的 为了寻找线索 考古队员返回墓地 继续清理墓葬 期待找到新的线索 经过十余天的发掘之后 考古队员终于接近二层台 这里是墓葬放置随葬品的区域 果不其然 在二层台西侧 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陶顶 顶是墓葬中极为重要的礼器 它象征着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这件陶顶口径为40厘米 通高41.5厘米 平沿无干方纯 腹部微谷 顶底为微圆形 有三个提形组 顶身有两个腹二 根据气形特征 考古队员推断 这件陶顶应该是战国早期的器物 也就是说 M2号梦葬应该为战国早期木 与之前的推测基本相同 但让考古队员感到震惊的是 在后续的清理中 他们居然又发现了14件陶顶 M2号梦葬的用顶数量 居然达到了惊人的15件 周理规定 天子九顶 诸侯七顶 清大夫五顶 士则使用三顶或一顶 这位逾越礼制 使用15件顶随葬的墓主人 到底有着怎样的身份呢 就在此时 考古队员发现 这些顶的形质 似乎并不相同 除了15件顶 但回到室内修复以后 其中平岸顶是七套 形质是一致的 形质是一样的 因为它是大小虽然不一样 大小不一样 可能有大小或者低减 或者你最大的 但口径五十 或者低这个顶就是48 带一个就是46 带一个就是45 带一个就是42 它是按这么低减的 但是它是一柱列顶 说明了 培总这个列顶 它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考古队员随即 对这些顶展开了研究 在仔细辨别之后 他们发现 M2号墓葬 居然随葬了两种 不同类型的列顶 这是第一类顶 五顶盖 共有七件 顶的形质相同 大小一字递减 是一套完整的列顶 第二类顶为盖顶 共有五件 形质与第一类顶 存在较大的差异 但同样也是一套列顶 另外还有三件为实用顶 并没有锂器的功能 为什么同一个墓葬中 会出现两套不同的列顶呢 随葬的陶礼器里面 有七件平页顶 平页顶就是和龟配套的 就是七顶配流龟 还有就是由姿木口带盖的 姿木口顶 姿木口顶是培顶 培顶是闲事塔的身份 还有就是极件小顶 小顶他的肯定和那个小顶 和那个大顶列顶 他的用途不一样 应该还是显示 他这个身份 权力的不同 最后他是不是 还是按照七顶六位的 藏礼来下葬呢 说明他的身份 是属于清上大夫 指令了七国的高级贵族 那么这位墓主人 到底是齐国的王室成员 还是剑阅藏制的大臣呢 为了探明真相 考古队员再次对M2号墓葬 展开发掘工作 在此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 考古队员又在墓葬中 发现了12个训人 军有随葬器物 这些训人都有单独的葬具 为三官异国 经鉴定 训人性别大多为女性 考古队员推测 他们生前是墓主人的 宠妾爱毙 且地位不低 可能基本上鉴定以后 大部分的 绝大部分 可能基本上就是年轻的女性 可能都在这儿十六七岁 这个年龄阶段 超过日十的都不多 在二层台的东北角 考古队员又发现了 数十件边钟 气形保存较为完好 边钟的形制基本相同 中涌 中涌呈圆角方柱形 上细下粗 中体为何瓦式 两侧是有盘之纹 造型极为精美 接踵而至的新发现 似乎都在印证着墓主人的高贵身份 但能够破解墓主人身份之谜的线索 却始终没有出现 考古队员不由地将目光 投向了尚未被发掘的果室中 或许在果室内会存在那个最为关键的线索 1990年10月 考古队员终于进入果室 果室内一片狼藉 其中的随丧器物基本已经被倒枯 墓主人的藏具也被焚毁 仅留下了一层灰烬 寻找墓主人身份的希望 似乎即将破灭 在这之前 墓主人的身份 基本上是根据他的墓藏的规模 你看墓藏的随长日时日连赌注车 46个车尔 还有十六名悬连陪葬 后面还有一个大型的车马坑 有地上地下的墓室 悬连的身份 肯定不能地狱大夫一级的 肯定是清大夫一级的 但是墓主人这个是谁呢 这个不清楚 正在此时 在果市西北角 一个考古队员发出了惊呼 他居然发现了一柄 几乎完整的铜歌 更幸运的是 这柄铜歌之上 似乎还刻有文字 这个发现 让在场的众人都欣喜万分 在众多器物都被焚毁的情况下 这柄铜歌 能否成为破解谜题的关键 它通长29.8厘米 形制与常规铜歌基本相同 气身略微有些变形 在歌的背面弧部 便是考古队员发现明文的地方 明文经过试读之后 考古队员已经知晓了 这些明文的含义 国储造车歌 其明文格式和文字特征 均具有齐国风格 因为齐国柄像出土的 都是一般的是 污无乐著名 一般就是可在歌上的文字 就是这个墓主 也就是葛的主人 一般这个工匠的名字 基本上不可在这个冰箱 这就是污了主名文 基本上没有 到现在也没发现过 也没有 说说那就确定了 就是这个墓主 就是国储 那么国储是谁 他与田齐王室 又会有怎样的联系 考古队员即刻开始查阅资料 却始终没有发现 关于国储的记载 但他的姓氏国 在齐国有着非比寻常的含义 公元前十一世纪 江子牙辅佐武王灭山后 被周天子封为诸侯 立国号为齐 从此江姓一族 成为了齐国的统治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 江姓又出现了多个分支 国士便是其中之一 他们世代为齐国 辅国政卿 故以国为士 与另一个江姓分支高士 合成为齐国二手 享有极高的权势 但国士却因一个外姓氏族 而灰飞烟灭 这便是田氏 公元前六七二年 陈国内乱 陈国的公子陈丸 逃亡到齐国 为了必幸 他将陈氏改为田氏 公元前489年 齐国大夫田启 联合豹墓等众位大臣 发动政变 国士宗主 国会子被驱逐 高士高招子被杀 田启 拥立扬升伟军 视为齐道公 田氏一族开始掌握齐国大权 至此 江姓贵族大权旁路 国士一族也逐渐消失 考古队员推断 国储应该就是江姓国士的后代 资核殿墓地则应该是国士一族 在战国时期的家族墓地 我们虽然现在不知道 当时国士是躲过田氏追杀的 但是通过资核殿墓地的考古发掘 我们认为 国士在战国前期 含有一定的地势和权力 仍然活跃的齐国的政坛 还嫌受清 上大幅一级的待遇 此时 资核殿墓地的发掘工作 基本已接近尾声 根据最新的发掘资料 考古队员发现 侥幸躲过一劫的国士一族 在战国晚期似乎已经没路 这里是资核殿墓地的M4号墓葬 它位于资核殿墓地东北部 其墓葬的面积仅有不到70平方米 墓葬被盗严重 其中仅出土了一件顶 隋葬器武也仅剩四件陶罐 考古队员推测 这一座墓葬应该是一座战国晚期墓葬 其墓主人应该只是一个市级别的贵族 M4平面呈夹子型 墓葬规模不大 隋葬品比较单一 我们根据隋葬品和墓葬形制可以推测 M4的墓主的地位不是很高 应当属于市义级 当时来说属于七国贵族最低的一层 通过对资核殿墓地的发掘 这就意味着 国士在田起时期得不到重用 因为他是江姓的旺族 属于江姓的贵族 因此在田起执政时期得不到重用 墓落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此 资核殿墓地的第一次发掘任务 已经全部结束 M2号墓葬无疑是本次发掘任务中最为重要的一座墓葬 其中出土的边珠 车鱼皆是西式真平 为研究齐国理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资核殿墓地M2号战国墓被列为1990年考古十大发现之一 在一个第一呢就是这个墓葬的隋葬这个22辆独咒车 也是第一次发现 它就是那个长坊心的巡领坑这种形式的在骑墓当中 也是第一次发现 这几个第一呀当时由这个墓葬的规格呢又比较高 因为它由这个匹配的七顶六规嘛 墓主的郭厨的身份呢不低于这个秦上大夫一级的 所以这规格也比较高 所以由这个第一呢当时就是被评为90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不过资核殿墓地仍旧存在诸多疑问 国储生前地位高贵 但它的墓葬中却并未随丧任何青铜礼器 此外在M2号墓葬附近 还有一座规模庞大的M1号墓葬 面积达到1600平方米 几乎等同于诸侯王墓葬的规格 但墓葬中随葬的器物等级显示 墓主人生前并非诸侯王 而是一个市级别的贵族 巨大的反差让考古队员一时之间 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 随着研究的深入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考古队员将会有新的发现 从而解开种种疑惑